人们沟通的方式是越来越快了 从自行车到铁路到飞机 再到现在的电话 是今天晚上在台湾市表演环节当中 将会表现的一个现代的人们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在所有的铁铁工人上场演出彩排之前呢 我们终于看到了 这个大家非常中国观众非常期待的 著名的金秀贤 那么他在 他在刚刚呢也是来到了场地当中 进行他那个环节的彩排 可以说金秀贤呢 在上一个月也是来到了南京 7号会的开幕式现场进行了表演 通过一部非常火热的电视团剧 来自金秀的米金秀贤 让广大的中国观众非常的熟悉 在韩国他也具有着非常高的人气 所以说在刚刚的这个彩排当中啊 金秀贤是和一个推着铁环的小女孩 他们共同的入场 在今天晚上的开幕式 4个小时的表演当中 金秀贤的角色呢是非常的重要 贯穿整个的演出 与他共同串场的呢 还有另外一名韩国的影视红星 张东健 那么两个人分别代表着 韩国的传统和现代 他们在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文化当中呢 相互的交融来表现韩国的文化 那么在过一会儿的时候呢 可能演员们会陆续的登场 在不同的环节当中 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韩国的影视明星流行乐团 以及组合登场 在这个局场的西南角的地方呢 出立着一架登庭 在这个地方呢 将会有唯一的一个中国员所 中国的艺术家朗朗 和这个非常旧人气的韩国的鸟书 带来一个跨界的组合 明镜中